如今日本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 他们还有没有能力再次入侵中国 一提起日本这个国家 想必很多中国人的心中都对其充满了仇恨 这个侵略诚信的国家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 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 这十四年的时间里 日军在我中华大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所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 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刻下了挥之不去的沉痛贸易 并且到现在为止 日本政府对当年日军所犯下的罪行 还是保持着一种不承认 不道歉的态度导致中日的关系一再紧张 而这样罔顾事实的态度 让中国人在愤怒之于不禁会想到 一个问题 日本是否还会再次入侵中国 是否还有能力入侵中国 我们就先来说说 日本目前的军事能力是怎样的 日本自二战战败之后 就一直处在美国的管控之下 并且接受了当时波茨坦公告中 完全解除日本军队武装的规定 也就是说现在日本是没有军队的 那有人就会问了 自卫队难道不是军队吗 答案 确实不是 自卫队只是日本在朝鲜战争时期 所建立起来的一支警察预备队而已 日本的军队早在战败当年就已经解散了 军事机构也已经被撤销了 现在的自卫队在法理上来说 冲击量就是一种类似于武警一般的存在 那这支武警部队实力如何呢 日本自卫队目前是由陆上自卫队 海上自卫队以及航空自卫队三大部分组成 现役部队人数大约为25.5万人 随着日本在二战后经济的飞速增长 其自卫队的建设也得到了完善的发展 尤其是日本的海空自卫队 已经成长为一支作战能力较为强悍的武装部队了 只不过这个强悍 只是对比其他小国来说的强悍 虽然日本在高薪科技方面取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其在军事领域方面的发展却不尽人意 日本每年在国防经费上投入了大量的开支 尽管如此 也还是只能维持基本的武器生产 很多核心的技术都需要从国外引进 再加上美国的限制 已经丧失了自主研发新型武器装备的能力了 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 日本已经丧失了自主研发新型武器的能力了 就更别提自主建造什么万吨级以上的水面舰艇了 日本目前水面舰艇的核心系统 大多都是引进欧美的技术 尤其是其宙斯盾作战体系中 包括作战系统 舰载拦截导弹和舰载机 以及反潜直升机全都是从美国引进的 日本自身甚至连这些装备零部件的供应能力都没有 完全依赖于美国军工业的日本海上自卫队 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支持 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中国海军近些年来的飞速发展 在国际上也是有目共睹的 军舰建造的数量和下水的速度也十分的可观 并且在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同时 其作战能力也是丝毫不落后 就拿刚刚服役不久的055来说 一入列就达到了世界驱逐舰的领先水平 其排水量达到了11000多吨 是名副其实的万吨大驱 再加上近日003福建号的下水 中国已经拥有了三艘航母 福建号的电磁弹射技术更是实现了弯道超车 虽然不是核动力 但也是可以直接对标 你你自己的存在 中国海军总吨位也是达到了250万吨左右 仅次于美国 而日本虽然位列世界海军第四 但是其45万吨的吨位 对上中国的250万吨 孰强孰弱 也就不用多说了吧